你去住室嗎 去住室 美式家庭距離 常見的典型獨棟民宅 附帶車庫和門前小庭院 屋主並39歲 是華裔第二代美國人 印象所及 父親也曾為了這個美好理想 選擇從留學生落地生根 美國夢想 我認識這名字 對美國人來說 通常媽媽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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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四口經濟穩定 就算退休 生活依然安穩無餘 這類美國成年男性 代代相傳的傳統人生目標 如今為何越來越難實現 我的父母 當他們買了第一家 家庭的價值 相關於他們的價值 就只有雙倍 但是現在那一家 可能會有八至十次 還會更加困難 在洛杉獨棟 在洛杉獨棟 平均的家庭價值 可能是一萬億元 平均的開始價值 是約60萬元 願景沒有變 變得是現實環境 應該來說就是美國跟其他這些 所謂的 以發展國家來講 都有碰到類似的問題 那這裏面當然包括說 可能最低其實沒有什麼調整 也包括說這個通貨盆上一直在成長 根據今年七月 華爾街日報和研究機構 NORC 對1502名 美國成年國民 所做的意向調查 八成九的人 認同擁有自己的住屋 至關重要 但是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相信這一點容易實現 如果稍微妥協 只追求財務安全 和退休生活的舒適度 儘管表示贊同的比例 高達九成五以上 相信自己能夠達標的 卻不到一成 過去以前的美國夢 可以靠著雙手的努力 可以建立一個家庭 但是慢慢的 美國的這個製造業 包括汽車包括鋼鐵 都缺乏競爭力 然後工作也慢慢移往海外 所以你要這一批人 重新接受教育 找新的高科技工作 不太可能 然後叫他們再進服務業 要跟年輕大學剛畢業的人 來競爭 然後那個薪水 是原來的大概一半 產業大環境回不去 麵包縮水了 自然難以寄望感情開花結果 華爾街日報民調同時顯示 百分之六十二的受訪民眾 認為婚姻是美國夢的重要成分 但五成三的人 對此不抱信心 當財富累積變得更不容易 有些年輕人選擇賭一把 我有一些新的工作人員 他22年長 他從高科技 他買了一 Tesla 你知不知道 他就說 我問他 為何不你賺錢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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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我賺錢 我賺錢 10年 然後買房子 然後我買了 学位或许等于 叫好了工作机会 但是高昂的教育成本 光靠停滞成长的薪资 难以快速回收 再加上通膨 想要通往中产阶级 更遥不可及 美国是一个非常 资本主义的国家 就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给你的薪水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今天 没有在专业上面 有特别的地方 那你就是会被 left behind 那美国如果今天 在经济这个政策上面不改变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 是照顾不了这一批 我觉得是被失落的美国人 而政策路线 终究受到正情影响 该相信进步派 还是期待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不管今天 是民主党国构合的 他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 资本主义的四个字上面 也就是虽然民主党 比较强调这个财富重分配 但他们在税收上面 甚至在重分配的比例上面 还是援引不及 所谓的欧陆贼的国家 那这个tree of里面 在美国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他还是会 比较朝向个人主义的方式 去摆档 不管今天是谁当军 因为竞争而壮大 所以更难以顾及机会均等 美国梦或许并未消散 只是现实也变得 比以前古感 听一遍新闻 陈武和烟斧 聊不到